带着这些狗狗出门 妈妈再也不怕我去唐山吃烧烤了 第一只西装暴徒杜冰 原产于德国 被称为狗中绅士 是一种体型优美 并且肌肉十分健壮的一种狗狗 战斗能力强 警觉性高 作为豪宅的看家犬 它是最优秀的守卫者之一 第二只防暴武士罗维娜 原产于德国 虽然罗维娜的体型不大 但它可是最具力量的一种狗狗 尤其是它的咬合力 快接近300磅 一旦咬住的话 它绝不会松口 不仅护主能力强 它还很会看家 罗维娜的警惕心强 只要门口有陌生人 它就会张望 听一听是什么动静 能养它在家里 简直安全感爆棚 第三只忠诚斗士卡斯罗 原产于意大利 该犬拥有一身油光赠亮的毛发 不仅外表敌人 而且力量强悍 勇猛忠诚 不神精致 对所属的家庭极度忠诚 一旦认定的主人 坚决服从于保护 对陌生人警惕 冷漠 是护卫犬的不二选择 第四只军警之王德牧 原产于德国 德牧看起来很严肃 体型很大 很有气势 该犬很激紧 而且很护主 对主人忠心耿耿 不会让别人伤害自己的主人 一旦主人有威胁 它会第一时间跑出去保护你 第五只狂野战是马犬 原产于比利时 该犬有着让其他狗狗望尘莫及的弹跳力 性格温顺可人 对主人忠心不二 而且它可以与老人或儿童友好的相处 天生会保护主人 但对陌生人会保留一丝警惕 一旦主人或者自己受到攻击 第一时间会挺身而出 保护主人不受伤害 同时也是看家护院的一把好手 第六只犬中之王高架索 原产于俄罗斯 高架索犬虽然属于一种大型犬 看起来十分凶悍 但是它却非常稳重可靠 而且也非常忠诚 它长得很高很壮 天生就具备了很强的威慑力 以及护卫的能力 所以将其作为家中的护卫犬 可以有效保持它的天性 让它具有一种归属感 第七只国产之光藏骜 原产于中国 该全体型高大 霸气威武 忠诚护主 无所畏惧 有着强大的使命感 而它的使命就是忠诚 服从于主人 为了保卫家庭和主人的安全 它会和野兽搏斗 就算为此牺牲它们也毫无畏惧